回到台灣來看到新北市啊 現在很多也不只新北市 大家常常早餐呢 就是在早餐店買個三明治啊 買個什麼吃一吃就解決了 那麼在馬路上看到新莊區街頭 有這一位大哥啊 他呢把這個全民最大黨被搬到了 馬路上頭了 一下半諸葛亮樓 一下半萌辣麗莎樓 一下半五棍伯掛本尊 這個非常的吸引人注意 看看這樣子有沒有讓生意比較好 自背黑色大墨鏡戴著超俗氣假髮 穿著一身紅色模仿藝人諸葛亮 架勢十足 不過他不是街頭藝人 而是在店裝賣早餐 全民健康省前召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這樣啦 就這樣跳跳跳跳到兩點鐘 你看的肝沒人家了 除了朱葛亮模仿其他名人 也是令人捧腹大笑 他每天清晨站在新北市新莊 車水馬龍的馬路邊 吸引不少民眾目光 爭相跟他買早餐 這這樣真的要模仿 要在那裡搞白 搞怪 這樣假鬼假怪 我也想要下去模仿秀 因為他很可愛啊 他很可愛 他很可愛 很好玩 他叫李炳豪 今年才21歲 剛剛從餐飲學校畢業 從小就想當個搞笑藝人 夢想成為全民最大黨的一員 每天辛苦變裝 租衣服就要至少300元 幾乎是做賠本生意 不過抱著散播歡樂 給大家的理想 他說還要撐下去 終點希望阿克亞麥丁香 A3G小組 台北報導 好